门 来 济世客 作为客人 你太没有礼貌了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你就是老爷子 宋明就是青龙 廖广顺是朱雀 他们所做的一切 幕后主使就是你 口渴了吧 想喝什么茶 我这儿有铁观音 还有别洛春 别废话 我看你的火气比较大 还是喝铁观音吧 可以降火 别动 别动 你不会开枪 试试 你不可以杀我 给我一个理由 因为 我是你的父亲 你能不能先把枪放下 用枪顶着自己的父亲 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放下吧 放下吧 放下吧孩子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有些年头了 时光如梭 一晃就是几十年了 那年的秋天 我的师父唐明 也就是你的外公 也就是你的外公 我不是大寿 我和我师姐师兄 给他过生日 你看 这是你的母亲 这是杜龙祥 这是我 凤哥 我真的是有事情才来找你的 凤哥 凤哥 你是不是很少人 其实 我不是很了解他 我不敢问的太多 也不想知道的太多 我就想这么远远地看着他 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就是 唱唱歌 跳跳舞 跟着天书 吃喝玩乐 不要再来我这儿 也不要再跟我提 唐静云的事儿 不管你怎么说 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杀人 你可以不信 如果你不信的话 就去找证据 干吗再我这浪法时间 你拿我枪干什么 宋敏 你跟老爷子是什么关系 你刚才看见雨婷了 你是青龙 你先冷静一下 那 是你 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陷害静云 你先把枪放下 你替我慢慢跟你解释 别过来 早还弄人哪 我张云天 纵横一生 年尽活甲 才知道 自己竟然 还有一个儿子 我母亲去找过你 是你母亲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的 可惜啊 可惜啊 他走得太早了 曹乐生 真是罪该半死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来对付曹乐生 我 自曝母仇天经地义 这怎么是利用呢 那杜龙祥呢 我跟杜龙祥有什么恩怨 那是我跟他的恩怨 你是我的儿子子从复命 也是天经地义啊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父亲 你还想跟我作对 胡道会是我一生的敌人 我要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把神之以法 神之以法 恐怕你要失望了 我道会 已经不存在了 我当年回杨家村找你的时候 我已经是穷困潦倒身无分文 如果我不是遇上了老爷子的话 我现在早就饿死了 那你为什么要加入武道会 你为什么要做青龙 世界上已经没有武道会的青龙了 我现在是警政署的副署长 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他不会告发你的 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他欠你的人情 说白了你救过他的命 他不会除外你的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和马侯的关系 武道会里面有你们的人 我和马侯的事情 也是你告诉李守夜的 是的 你能够得到特赦 这个也是我在暗中助力 是我帮你重获了自由 这样的自由我宁可不要 这个自由你可以不要 但是你不能辜负老爷子的一番心意 你对老爷子这么忠心 他一定给了你很多好处吧 老爷子对我恩重如山 他一直跟我说 如果想重新隐回你的心 就要做人上人 现在我做到了 我不要什么人上人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 你如果了解我 就不会让雨婷参加武道会 雨婷没有参与武道会的事 她跟我一起成千除了 她代表的是正义 你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正义 宋明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 小月 小月 我可以对任何人都虚伪 但是唯有对你 我只有真诚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你 我告诉你孩子 我以南洋华商的身份 借着打黑的风势 低价收购了四海商会 所有值钱的产业 成为江城最富有的商人 至于宋明 我用资金和人脉 他一路生前 做到了警政署副署长的位置 还有廖广顺 很快就能赢得 天和商会会长的宝座 我们都达到了 权力和财富的巅峰 我们还需要武道会做什么 知道我们身份的人 全都死了 只要我们自己不说 谁又能确定 我们曾经是武道会的人 我们现在是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 江城权贵 你想抓我们 痴人说梦 晓月 把枪放下 别给自己惹事 你要是出了事 就没人救得了唐静云了 女人最好不要碰枪 容易伤着你自己 我肯求你 我求你放过锦云 不肯放过唐静云的人不是我 我 是你 你给唐静云的爱 总是痛苦大过幸福 这样的关系对她很不公平 你应该放手了 我只要一句话 我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决定唐静云的生死 至于我的态度 取决于你的一句话 你母亲曾经告诉我 说曹乐生 用一枚假玉绍 换走了你的玉绍和龙头杖 玉绍和龙头杖 都是我师父唐明的遗物 我希望你好好保管 所以把我引过来 就是为了拿到龙头杖和御绍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更需要的是你 我们父子联手 天下无敌 我为什么要和一个罪犯联手 逆子 你死 你死 看来我今天是走不了了 外面有许多人要抓你 黑道白道都想要了你的命 除了和我联手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儿子 加入我们吧 你是我的儿子 我将来所有的一切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你敢不敢开枪我不敢确定 但是我不能对你开枪 不是因为你的身份 而是因为你跟我母亲的关系 我要给她老人家留个情面 好 把她关下来 是 等等 我们做个交易 好 放了我 我把龙头杖 还给你